贩毒也有新花招 情势局与越南警方破获了 将海洛因是卫装成腰果来闯关 他们为了逃避有关X光的检测 该集团是将毒品包装成 有关于腰果的形状 并且由国人直接将毒品运上飞机之后 毫不掩饰的以行李将毒品夹长运输到国内 61岁的切形男子从越南夹带了 5.8公斤的海洛因毒品入境 昨天到高雄准备交易时被刑事局查获 警方表示真的是新招 因为他们从没见过腰果造型的运毒方式